响应世界人权日 竞赛以国际青少年人权先言30条指标为主轴 进行发想创作 以海报创作 四个漫画 两大类别呈现 今年参与人数相当踊跃 从全市412件创作作品中 选出优等与佳作作品共110件 得奖作品于桂林国小人权艺朗来展出 每一年都会在世界人权日的前一日 我们会在学校这边做这一次的学生的作品的一个颁奖 那其实他的作品的范围 其实会从国小到国高中的学生都有参与 那从四个漫画或者是一般的我们讲 就是说漫画的比赛都会有 那其实在今年我这样看了一下 学生的一个素材里面 其实他会把网路上的 因为其实在现今的社会里面 有一些是我们讲网路霸凌的状况也有 或者性别平等这些都会有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在涉入这几个议题的过程里面 孩子他是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想法 甚至时事 神事 他包含我们在国际之间的战争 其实也是对一个人权的一个 这个部分的一个尊重的一个考验 那孩子都会把他放进去 然后当成一个主题去发挥 我觉得这是每一届的孩子 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那我们今年自己学校 那我们也把就是孩子的作品 烙印在他们身上这件衣服 所以今天每个孩子在身上都会有一件 世界上独一无二就只有他自己有 他的画作跟他的作品 优等作品中 桂林国小学生陈宇貞 以丰富的色彩描绘出世界著名地标 他说作品表达的精神 传达每个人都有绝对的自由 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假日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带我出去玩 然后这广进文 我也很喜欢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游 所以我画了 在台湾的有高雄的85大楼和台北的101 还有俄罗斯城堡 美国的虎豪 自由女神 日本的富士山汉鸟居 还有这个巴西铁塔 跟荷兰的风车 还有意大利的比萨鞋塔 然后还有埃及的金字塔和人面师生 教育局推动人权教育多年 今年更特别以一起挺人权的巧思 运用热升华技术 将获奖学生作品复印到衣服上 让学生传出个人魅力 展现人权精神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